花蓮陷警局刑警大队特别利用里长汇报的机会来进行反诈与妇幼安全的扩大宣导 并且为里长的公务机车安装了运有165反诈双线和113妇幼保护专线的挡泥板 要号召里长成为反诈及妇幼保护兼兵 花蓮市公所16号上午在国军英雄馆举办今年第二次里长汇报 花蓮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不只到现场进行反诈与妇幼安全的宣导 还一一为全市里长的公务机车安装运有165反诈专线 以及113妇幼保护专线的挡泥板 希望透过里长们在邻里兼服务的时候 一旦发现有诈骗事件或者是妇幼安全问题 可以多加利用这两线的专线电话避免民众受害 因为我们有个创意就是说我们这个挡泥板 那挡泥板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形象 我们形大的形象是这个山猪山哥 我们做这个希望把这个放在这个挡泥板上面 因为他们是里长嘛 基本上是里长离干事 那他们就会把这个开着公务车 在这个里面这边 这边就是说替里面服务的时候开着公务车 我们把这个挡泥板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知道 我们有一个反诈骗专线是165 然后他们如果说有需要 里长服务的时候 他会跟里长讲 那里长如果说有发现这个有所谓的诈骗事件 会更能反应 所以我们就是做这个所谓的 路乡路里的这个把诈骗宣导 警察的积极宣导受到里长们认同 大家也踊跃提供车辆 让警方加装宣导挡泥板 市长魏佳燕也感谢警方协助 希望可以连结基层里长 防止诈骗事件一再发生 同时也能够保护社区里妇女和幼童的人身安全 绝对会幻视报导 绝对会幻视报导